為了360給你全方位的好天氣 你好 我是傳希 從禮拜五開始 北部地區雲量就開始逐漸增多了 所以在高溫的部分稍微沒有這麼炎熱 在北部地區的高溫大約是下降個1到2度 大致上是25度 至於溫暖的天氣 在中南部還是會持續下去 溫暖的天氣還是持續到禮拜天 從禮拜天開始冷空氣逐漸南下 這時候溫度才會由北而南慢慢開始降溫 至於在空氣品質的部分 整個西半側空氣品質都還是比較不好的 從雲圖跟風向上面來看一下 目前我們台灣上空沒有太明顯的風向影響我們 所以在整個西半部 空氣品質是比較差的 因為由本地造成的污染物 沒辦法被帶到其他地方 所以就是持續在污染物發生的地方 持續的影響空氣品質比較不好一點 至於在模式預報上面可以看到 在這幾天沒有太明顯的風場去影響我們 一直要到禮拜天開始 北風才會逐漸增強 這溫度就慢慢往下降 在北部地區的迎風面 開始出現一些零星的短暫降雨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未來四天的降雨的部分 在禮拜五的時候 在北部跟東半部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主要是偏東風到東北風 至於在禮拜六的時候 天氣狀況也是比較類似的 禮拜天到禮拜一 風向稍微有點轉變 轉為北風的形態 迎風面有些零星的降雨容易出現 那麼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空氣品質的部分 剛剛有提到 在整個西半部空氣品質 都是比較偏不好的 比較偏差一點空氣 由北而南開始 空氣越往南是越糟的 甚至到雲家南 甚至到高坪地區 已經到了對所有族群 都是不良的這個等級 所以如果您在這些地方 長時間在戶外活動 建議您可以戴上口罩 在出門會比較好一些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溫度的部分 在北部跟東半部地區 低溫大約是20到22度 高溫大約是這個 24到26度 這樣子的溫度狀況 至於中南部地區 低溫大約是17到18度 高溫可以來到28度 日夜溫差比較大一點 大家稍微留意一下囉 好的 以上是既然天氣 謝謝您的收看